近些年N国产动画电影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 在逐渐缩小与美国动画作品之间的差距 但是我们自认为稳淫的动画烂片领域 与美国动画烂片之间还有巨大的差距 今天土豪就带大家看一下美国动画烂片的神作 约书亚与应许之地 电影开始 却我感觉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 这是我们的男主约书亚 我们就叫他小约吧 看着他光滑的皮肤优雅的色泽 不说他是头狮子 我还以为是火腿肠成精了呢 小约正在家耍剑 父亲回来了 你看这熟练的扔剑动作 是不是很像在家玩手机 家长突然回来的你本人呢 小约的爸爸妈妈至少能凑合看出来是狮子了 感觉像是被人盘得光滑的石狮子 父母天天吵架 爸爸还挺厉害 哎哟 吓死我了 父母感情不好 小约无可奈何 家庭的压力也把他压趴趴趴下了 这是天降一道白光 白光慢慢聚拢 虽然他横看树看都像是一只渲染失败的白狗 但是他的真实身份是天使 天使 对 哪团的 即使如此粗糙的画风 我们居然仍能看出小约是满脸不信任 哎 小兄弟年纪轻轻 还学人家化妆文美 天使二话不说 拉起小约的手 来着我蹭就飞起来了 众所周知 房子飞上去是天空 天空再向上飞是海洋 海洋再向上飞 大家知道 对 那又是另一层海洋 然后再潜入海底 不用我说 大家根据自己的常识都知道 两人就来到了古埃及 合情合理 毫无破绽 这是飞出来一个人不像人 猪不像猪 狗不像狗的紫色生物 来跟我们解释他们穿越到了古埃及 你还是跟我们解释解释你到底是什么吧 而且从这个生物的影子可以看出 它应该是游离在这个世界之外的高次元生物 太上脑了 这位围着花头巾的黑色生物就是埃及法老 他正在率领部下追杀逃跑的西伯来奴隶 马车的速度非常快 快到可以从另一辆车底下直接开过去了 虽然马车很快 但是前面一团贴图的圣火挡住了法老一行的去路 这让法老非常的不开心 里边我们的小约加入了逃跑的西伯来人的队伍 但是旅程太辛苦太困难了 他想放弃回家 而天使大哥告诉他要迎难而上 大家看好了 他抱起了小约 直接从后面把他扔到了另一头狮子的体内 这是什么操作 这是真后入室 小约从此就附身在这只狮子的体内了 What the fuck 这是先知将红海分开 给逃跑的众人开辟了一条路 大家沿着海底的路继续逃跑 各位看着这故事是不是有点眼熟呢 对 这就是圣经中出埃及记的故事 后面大家都知道 西伯来人顺利通过了海底通道 而法老大军通过的时候被红海淹没 全军覆没了 虽然到达了彼岸 但是敌人并没有停止追杀 大战一触即发 天使给小约装备了武器 等会儿这画面看着很眼熟啊 这不就是开场小约家墙上挂的画的画面吗 那是先有的画还是先有的这个战斗呢 脑子受不了了 可小约表示自己只是个熊 失孩子并不想当兵 天使说没让你当兵 你是将军直接带兵打仗 我们看看这个队伍有吃呆的心形 掉色的熊猫还有一些不知道是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我们的小约虽然年纪小但是并没有胆气 神仙士族带领队伍冲向敌阵 怎么直接战术倒地了 还一直累着不肯起来 年纪轻轻这么老见俱华 最终一个看似是老虎的大哥把他扶了起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已经失去审美了 我竟然觉得这只老虎的操作非常流畅 简直不该出现在本片中 小月受到了鼓舞 几十分钟前还是个小宅男 现在居然可以杀敌了 最终在小月的带领下 大家取得了胜利 但是大家纵在荒野上扎帐篷 也不是长久之计 这是神告诉大家 我给你们一片土地 这里是牛奶与蜜之地 也就是我们电影题目中的 The Promised Land 应许之地 这里值得展开讲讲 犹太人的先祖希伯来人 就在这应许之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后来被罗马帝国征服 导致他们流亡各地上千年 直到二战之后 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抓住机会建立了以色列国 而以色列所在的位置 就是当年传说中的应许 但是这地方现在住着巴勒斯坦人 两边都认为这是自己的地方 矛盾就来了 几十年间爆发了数次战争 双方冲突至今都没有平息 这一切的根源都在这个应许之地 这里土豪我就不深入讲了 原因有两个 一是时间有限 更重要的是 我也只知道这些 怎么样和土豪一起看烂片 还能学习知识 没关注的还不赶紧关注一下 我讲到哪了 应许之地上已经住了人 于是我们的小约要做间谍进城打探一下虚实 但又不能被发现 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城市的卫兵是红色的牛 所有居民是红色的牛 路边的嘴鬼是红色的牛 我很想知道有一头狮子在你们中间是如何不被发现的 小约去打探过后还不放心 又派了一只半吊色的熊猫和一只全吊色的熊猫 或者是一只北极熊 进城打探虚实 二人进城后找了一家旅馆借宿 店主是 这什么 说猫不猫 说狗不狗 还长得脚 我们的二位吊色熊猫住进了家徒四壁的店里 他们还给老板付了住店费用 等会儿 你是从哪儿把这个金币掏出来的 这次打探好了敌人的虚实 小约带领大家准备工程 这时那个紫色的高次元生物突然打破次元壁垒 开始对小约进行鼓励 What the fuck 最终小约一行不战而屈人之兵 和天将拿大锤的天使直接摧毁了城市 胜利后的小约被天使带回了自己家 天使完成了使命 转身离开了 原地螺旋升天 说的就是这个吧 而一个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的玩意儿 跟着来到了小约的房间 我们顾且称他为恶魔 我以为能看到一场大战 结果恶魔自己撞到小约的剑上 把自己劈成两半了 What the fuck 小约回到家中 原本吵架的父母也感受到了他的闲者光环 大家生活和睦了起来 电影能结束了 这都哪跟哪啊 据说本片中有大量圣经中的故事 原本制作人想把它卖给教会电视台赚钱 但是由于制作的实在是太渣了 最终没能得逞 我只能说活该 本期互动话题 你看过最烂的一部电影是什么呢 本期抽奖 微博关注土豪影院 并转发本期节目 抽取幸运观众送出233元红包一个 祝大家好运 想看更多有趣视频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号土豪影院 当然不关注也无所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